接著我們要上的內容 叫做物質的分離 就是把混合物當中分開 叫做物質的分離 我們一定是利用某種性質的不同 然後把兩個東西分開 比如說硫粉跟鐵粉混在一起的時候 磁鐵走過去會把鐵粉吸起來 我就利用磁性把硫粉跟鐵粉分開 那這就是我們等一下的一個學習重點 我教了ABC這些分離物質的方法 你要記得它是利用哪一種性質的不同 把物質分開的 那麼我們有介紹的方法有這些 第一個叫做溶解過濾法 就是我們做了什麼 比砂土跟鹽巴那個 什麼碳力跟鹽巴那個 就是鹽巴會溶呢 沙土呢 碳力不會溶 那我們這個是可溶性的問題 不過我們平常都是說 這是利用溶解過的不同 把物質分離 剛剛還有一個過濾法在說明一下 蒸發結晶法 蒸發結晶法 就是讓它去煮 我們做的那個食鹽的最後 把食鹽給它去煮 然後水跑掉了 因為水的沸點比較低 就先跑掉了 鹽巴流下來 結晶流下來 所以這是利用蒸發的方法 得到結晶 所以叫做蒸發結晶法 利用的是沸點的不同 然後我們有另外在跟各位講的 一個墨水的實驗裡面 有一個叫做蒸六把 蒸六把也是利用沸點的不同 你另外有沒有 嘟嘟嘟不同 然後我們去把那個墨水煮一煮 水會跑掉 色素會流下來 這個也是利用沸點的不同 那麼它跟剛才的東西有哪裡不一樣 等一下再說明 做完蒸六把得到色素之後 我們把它放到濾紙上 滴水啪啪啪 發現色素會分成好多層 這個叫做濾紙色層分析法 那就是利用附著力的不同 然後附著力比較強的 留在裡面跑不出去 附著力比較弱的 就跑到比較外面 所以利用這個方法 把我們的色素分離 就是利用附著力的不同 所以剛跟你講過的 第一個學習的重點叫做 把這個方法 是利用哪一種性質分離 要把它記住 那麼 一種叫做過濾法 我們當初寫那個 實驗記錄的時候 很多時候寫什麼篩網啊 或是家政客啊 你也很大的身上搖一搖啊 顆粒小的掉下 大概在上面那種 這種是利用顆粒的大小把它分開 這是叫做過濾法 過濾法 那我們做的叫做溶解過濾法 因為我們要丟到水裡面去 然後呢 讓有的有融 有的沒有融 融掉就可以通過的濾子 沒有融就留在濾子上面 所以這種過濾是要用到溶解 所以我們叫做溶解過濾法 溶解過濾法 OK 那跟我們乾淨的過濾法 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 結晶的方法很多 這個是以後 各位比較有學問的時候 再來處理 我怎麼樣讓東西產生結晶 那我們教你的 是一個簡單的叫做 煮一煮讓水跑掉 然後讓那個研發產生結晶 所以我們叫做蒸發結晶法 蒸發結晶法 那麼其他的結晶方法 以後再說或者有人去做專題 或獨立研究的時候 再來處理 那麼 這就是我們說的 那麼 我們剛剛講 蒸發結晶法跟 蒸溶法 都是利用廢點的不同 但是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是 蒸發結晶法 我那個水跑掉就 跑掉了 我要的是留下來的結晶 我要留下來的結晶 跑掉就不理他了 可是在蒸溶法的時候 我煮的時候 像我當初做那個墨水的蒸溶的時候 水跑掉它怎麼樣 蒐集起來 那個是我要的 我要看它什麼玩意兒 所以在做蒸溶法的時候 跑掉的跟留下來的我都要看 我都要看 所以跟我的蒸發結晶法 蒸發結晶法 重點在哪裡 就是你要我要那個結晶 蒸溶法的重點是 我把東西分開 我看看A是什麼 我看看B是什麼 我都要欣賞一下 所以這它不同 那我們這邊有個蒸溶法 我們知道我們學過好幾種溶 我們除了學過蒸溶法之外 我們在上學期八下次 我們提過一個分溶 我們在國山上學期 會再講一次分溶 還有我們在八年級的學會遇到乾溶 分溶叫做分段蒸溶 因為物質非常的複雜 沒有辦法很單純的去做一個蒸溶動作 所以我就分段 我隨便說 比如說七十度吸到九十度吸一段 九十到一百二十一段 這樣子讓它去得到 我在這個被點範圍內的東西 由這一切換你就曉得 我分溶把分溶出來的東西 我分溶是窮物才不混合物 一段就是什麼 混合物 所以我拆成一段一段 我抓來的東西還是混合物 那麼乾溶法是什麼意思 乾溶法叫隔絕空氣加熱 使東西分解 我們學過那個主塊的乾溶對不對 主塊的乾溶 那是當初的一根重骨 所以乾溶 那另外要曉得的事情是 蒸溶法跟分溶法去加熱 利用沸點不同把它分開 把A跟B分開來了 這個基本上是物理變化 A還是AB還是B 可是乾溶不是 乾溶是加熱 這樣不顯然使物質分解 你竹塊乾溶之後 會得到什麼 醋酸啊 乾油啊 還有氣體啊 所以我得到一個碳對不對 可是你的竹塊不是碳啊 所以它是發生了一些化學變化 所以乾溶法 乾溶法做的是化學變化 而真溶法跟分溶法做的是物理變化 那麼這個是你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我們所曾經教過的分離物質的方法 剛才跟各位講過了 第一個重點就是你要記得 它是利用什麼性質的不同 把它分開的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事情 OK